歡迎大家來到Science Channel的時間 今次我們會講一個保育的議題 今次的題目會是 Wild Mammals add up to a shockingly tiny total mass 其實很明顯是說原來野生的捕魚類動物 其實佔生物的重量是一個很小的分別 Human and domestic species far overweight are the mammals 回應主題就是人和養的生物 佔了絕大部份的捕魚類動物的重量 看一看他要做些什麼 講開討論 其實誰會是Champion 其實贏的是Dia 佔了大約10%的生物 Mammals 其實這個系統也是在訓練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用AI的Machine Learning去做這件事 之後他就算到 其實Wild Mammals 大概佔了22Mt 而海上佔了另一個40Mt 留意一下其實海裡有浮力 所以可以支撐到的重量 就自然會比陸地上較為多 那之後 講到22Mt 其實我們平時在生物科裡都說 就是 其實單一個數字 你其實不知道它是大還是小 22Mt 聽起來很大 22.8萬 但其實如果你比較的是 Aunt 即是螞蟻 其實自己一個 就已經有 一個族群 不是Species 就是一個族群 其實已經有80Mt 其實22Mt 其實相對來說 是一個很小小的數字 而更加重要的是 看這裏 其實他就講到 只是Human都已經390Mt 而跟人有關的東西 即是Lifestop 即是 我們在吃中的牛火羊 還有Hangson 即是那個 咱們的老鼠 要在家裡的老鼠 其實就會有這麼多 630Mt 其實就是 現在相對1,000Mt 這裏只是說人類有關 لكن Carlos 剛才講到最多 22Mt 其實其實是一個很小的部分 那之後 Meadlow就是研究這個團隊內的主要成員 所以他就覺得 其實是給大家一個感覺 人類的影響對於整個環境究竟有多大 所以其實這裏就會說回它實驗的緣起 其實在2018年它就開始去quantify這些數字 之後就一直去找我找的時候 以至於這篇文章的發表 這篇文章裏面其實就是 背後就是靠一個用了不同的species 其實它嘗試訓練一個machine machine learning就是另外一個expect 但是其實就通過這些AI的股票 就可以做一些我們以前人類收集不到 或者我們很難去做的一些研究 其實研究的總結我就放在這個紫色的框框裏面 其實它就說 Top 10 species account for 8.8 million tons 40% of the estimated global wild land animals 其實你看到這個數據的意思 就是代表其實都很側面 其實十種物種就已經佔了40%的時候 即是如果那些十種物種可能出現了一些問題 或者可能是整個環境對於那些十種物種來說 其實可能是不是大理想的時候 其實對於那個整體陸地上面的 暴躍類動物的重量結構來說 其實是相當之危險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只是計算數量 G number 那時候 Bedset就會是最多的 其實它是佔了66%左右的 Wild animals 那 但其實因為蝙蝠始終都比較輕 但其實它就佔了7% 所以 留意其實有兩個比較的概念 一個就是 純粹的數量 另一個就是 它的質量 的比 那 之後 剛才也有說到 其實人類有很多 有430個Mt 其實裡面 主要就是牛 因為佔了420個Mt 另外狗 貓等等 也會佔了一個相當大的一個部分 那之後 其實它的目標就是想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的Human Activity 其實是怎樣影響這個世界 因為你發現 當我們已經佔了1,000個Mt 的時候 其實Wild animals 都只有22個Mt 很明顯我們對於整個環境的影響 就會彰顯出來 但是這段紫色也寫得非常好的 就是它說到一個 正反雙方的意見 就是 有些人會覺得 其實你就算找到一個號碼 其實是不會幫助得到整件事 也不會改變到任何我們的想法 但是 也會有人覺得 甚至乎可能 作這篇文章的本人都會覺得 其實是 We can only conserve what we understand and we can only truly understand what we can quantify 那我們就會相信 任何東西都需要一些數字上面的東西來講 令到大家可以容易理解到當中的關係 所以 What is the article about It is about research led by A.Romeo The paper is published in BNAS Amming to compare the mass of wild animals Wild mammals and Human livestock enhance their odds Using a machine learning system The numbers are estimated White-tailed deer is the champion of the wild land mammals which is approximately 2.2 million ton However, Domestic clouds weight 420 million ton 那就見到 最重要是比較得到差異 我們知道到哪個贏是一件事 但是最重要是見到的差異就是 就算最多的陸地野生 但腹魚類動物只不過是佔2.2.800萬 但只出了牛 都已經420.800萬 那麼重了 How is it related to me? Similar to the closing remark I think we can only start to solve a problem by quantifying it I don't the accuracy of the estimation yet it is a correct move 其實對於Machine Oiling我自己本身也有點擔心 覺得他未必猜得很準 不過其實也是回到一個問題 其實Estimation當然是最準確當然最好 但Estimate是給你一個感覺 好像剛才文章裡說到有6th Sense的時候 其實原來我們真的佔了一個很大的比重 大個比重大概可能去到20%或30%的狀態 其實都不要緊 總之我能知道我不是50%或10%等等 所以quantify 的話 其實絕對是會幫助得到我們去理解這件事 How is it related to society? By comparing the following numbers People can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human activities The total biomass of wild land animals 22 million tons Total biomass of humans 390 million tons Total biomass of livestock and hang-on 630 million tons 只是比較這三個數字 你都已經知道 其實人類對於整個自然環境 以及地球的負擔 或者佔重其實是相當之大的時候 其實我們應該要想想辦法 降低我們對於地球的影響 以至於負擔 到這裡暫時就這麼多 下次我們有機會再見 拜拜